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楊哲睿 今天來跟你們分享一下很好的一個問題 有跑者提到說 該怎麼樣預防鐵腿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鐵腿了 該怎麼辦呢 OK 首先我們來瞭解一下為什麼會鐵腿這件事情 鐵腿通常是你的大腿股絲頭肌群過度使用 導致它開始出現很容易就痙攣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代表你的大腿股絲頭肌已經過度使用 所以在這樣的當下 你應該先去放鬆它 治療它 讓它不要有過度使用的情形 所以在走路的時候 你可以從原本的大量的股絲頭肌 來做支撐的動作 轉換成少用一點股絲頭肌的力量 大腿才不會用太多力氣 那改變你的走路方式呢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你要記得去做大腿的放鬆 那怎麼放鬆呢 你可以用球 滾筒 或者是按摩槍 在你的股絲頭肌上做一些滾動來回的滑動放鬆 那除了主動式的放鬆之外 也要搭配你的靜態伸展 所以你可以伸展你的股絲頭肌群 站穩了之後往後上方伸展 讓你的大腿前側 有一個妥善的伸展之後 對你的鐵腿反應 才會有很好的改善喔 OK 那要怎麼預防鐵腿發生呢 其實鐵腿會發生的原因很簡單 就代表你的股絲頭肌群肌力不足 導致你在運動強度太高的情況 會有鐵腿的情況產生 所以要怎麼預防呢 你只要在你的股絲頭肌的肌群多下點功夫 多去做一些半蹲 深蹲 squat 或者是一些可以增強你的股絲頭肌肌力的方式 那當你股絲頭肌的肌力變強之後 它就會減少你鐵腿發生的機率喔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的分享 該怎麼預防鐵腿發生 或者是鐵腿發生之後 到底該怎麼解決 希望對你們幫助 那記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持續運動 增強肌力才不會鐵腿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對於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了相關跑步課程 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